虽然冬铁线已经是百年老店 但是列车都一直进化 只能为乘客提供舒适体验 以前的蒸汽和柴油火车行驶时 车家都没有冷气 电风扇和抽气线都是后来增接的 直至80年代 黄头电气化列车投入服务 车家线设有冷气 行驶时间亦由70分钟减至36分钟 后来翻新成乌鹰头的中期翻新列车 和千禧年代引入的新时代列车 同时行走东铁线 2022年中期翻新列车完成历史任务 港铁引入由南韩制造的新列车 车厂除了更明亮整结外 布局和扶手设计也改良了 提供更舒适宽敞的乘车空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